大家好 我们开始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 先从这个自我介绍开始 那么我呢 叫徐铁 我是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博士 巴黎高师硕士 巡洋间科技的创始人 我之前呢 还出过一本书 叫机器学习VS复杂系统 那么我在这个 以色列理工大学做的博士研究呢 跟计算神经科学有关 它可以说是一个和我们的人工智能 非常相关的一个姊妹的学科 互为基础的那么一门学科 那么我在这个计算神经科学的 这些知名的期刊上呢 也写过论文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我的专业 可以继续在课后跟我互动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我们说是人工智能 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那么大家呢 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主题呢 我想也略有知道 对不对 既然是来到这个课上 肯定是说已经知道这个概念 那么你们心中认不认为 人工智能将会是一场革命 这是我们可能课这个节课的 第一个小的主题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节课呢 给大家先提高气领 说一下有四个主题 四个主题 那么这是第一个主题 就人工智能是不是一场革命 这是第一个小的主题 好 那么我们来看人工智能 之前人类经过过哪些次重要的革命 我们说呢 第一次最早的这个 就是我们人类从这个蛮荒 进入到一个有文明 是叫农业革命 那么从这个农业革命之后呢 又过了大概几千年的时间 人类的这个工具在不停进步 从这个最早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石器到金属器 最终呢 出现了所有大量的铁器 对不对 然后呢 到17世纪 有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变革 那就是英国的这个工业革命 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 那么他所使用的是大量的机器 对不对 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看到画面上第一个出现的这个 这个叫做 其实叫真理纺织机 对不对 当时呢 开始取代这个最早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之前那种机器 就是之前没有机器的 是人类的防治 包括呢 就是火车的出现 取代了这个马力 对不对 然后呢 再从这个工业革命之后呢 然后最后出现了这个电力的革命 电力的革命呢 会带来什么呢 电力的革命带来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电灯 电话 电视 对吧 这叫家用电器 最终带来的是这个电脑的出现 那么电脑的出现呢 是所谓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所谓的信息革命 这样互联网 对吧 今天我们没有人离得开移动互联网 我们的从打车 到吃饭 到买东西 都交给了互联网 如果说大家总结一下 它都是其实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把人类呢 从自己 不想做的一些事情里面 给解放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农业革命呢 是最早 没有农业革命的时候 人得打猎去为食 对不对 那么每天并不知道 今天能不能吃饱饭 那么有了农业革命以后 我们不需要打猎 我们可以等待作物 自己去生长 有了工业革命呢 工业革命呢 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我们以前的人 需要大量的去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需要 这个 手动的去做工具 对吧 那么现在呢 用机器来打造这些工具 那这个 效率啊 就把人从这种 繁琐的这种劳动中 给解放出来 包括这个信息革命 信息革命呢 就是说我们本来可能 需要记录大脑 去记大量繁琐 无用的知识 比如说电话号码 比如说很多那种 就是没有用的百科知识 或者说一些 反正不需要的一些东西啊 但是呢 我们到信息革命以后 大家连接在一起 其实我们只需要上网查一下 什么都有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人 一次一次的被解放出来 一次一次被解放出来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AI 是不是撑得上一场革命呢 认为是一场革命呢 点一 认为算比 比不过上面几场同学的 就可以点一个零 在下面 大家认为 是能够超过 超越之前的这些革命 还是实际上 不如之前的革命重要呢 你可以用你的数字 来投票 好 那么对 那么我们说呢 大家如果认为 就是如果认为呢 这个是实际上 是这个 我们是不是一场革命的话 那么可能呢 是忽略了一些呢 我们比较比较 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这个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 AI所做的实际上 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这个更重要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AI的这次革命呢 是把人 从自己的这个 所谓我们最重要 称得上 最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我们的思考 这个学习能力 AI呢 实际是把这个能力 给自动化了 那我们说呢 本质上 AI呢 是对人一点一滴的 形成知识的 这个过程的一个自动化 也就是说 它把学习的这个过程 变成了一个 自动的过程 就甚至我们可以 把这样一个过程 交给机器来做 那么人又从一个 非常繁琐的脑力的 劳动中去解放出来 从它的本质上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AI它可以 把人 从 这个 我们所谓说的 这种繁琐的 这个可能要学习东西的 这么一个东西里面 去解放出来 也就是说 AI在取代的是 就是人的一个 就是认知的方面的 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 那么说 如果说能够进行的话 那么大家看 显然 它能够起到的 这个作用 是不会亚于 之前的几次革命 首先 如果说 我们的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在 大量的 做的工具的设计 之前像机器的设计 这些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在 我们人的 形成了经验 积累了知识的基础上 才能够去做的 一些事情 那么假定 我们说 如果说我们本身 没有这些 就是说我们 我们不需要去 经过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需要 日积月累一点一点的 从我们所积累的经验里面 去提取知识的这么一个过程的话 就可以去自动的生成知识 生成逻辑 生成我们所说的算法 那么这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 我们会大大的加速 我们就是改变这个自然 或者说生产工具的一个效率 对不对 那么显然 这将是比之前的 所有的这些革命 可能来得更彻底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是把人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人的学习和形成知识过程 本身给自动化了 把人从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解放出来 那么显然 它所能够起到的作用 是无与伦比的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 这个我们形成知识 我们去学习的这个过程 可能会因此大大的加速 就处理信息的能力 我们可以叫做通常的程度 这个处理信息 学习这个能力会大大的加速 好 这道题我们再做一下 那么你认为AI是一场革命的原因 那么有A B C三项 第一 这个AI可以替代人的劳动 第二 AI可以制造和人一样的机器人 第三 AI是对人产生知识过程 本身的自动化 那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使得它是一场革命 那么我刚刚讲过的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那么大家如果听完了的话 应该可以很容易的选出C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